小小扭蛋,大大欢笑,欢迎收听欢乐卡卡碰。 小朋友,你还记得这个故事吗?话说,在美丽的家乡,有一条美丽的小溪,在小溪旁有着硕大的果树,果树上都长着大大甜甜红红的水果。 小朋友都会爬到小溪旁边的树上,去摘这个红红的大大的甜甜的水果来吃,而小朋友呢,还会在这条小溪当中,这个水流比较缓和的地方,长了许多布袋莲的这个区域,来玩这些布袋莲。 小朋友,布袋莲啊,是一种水生植物,它长得有一个部位呢,真的就像是一个袋子一样。 那这个布袋莲的袋子里装些什么东西呢?什么都没装,就装空气。 所以小朋友就喜欢这种布袋莲,有着大大肚子,有着大大袋子的造型,喜欢把这个袋子里头的空气挤出来。 一生,袋子破掉了,空气跑出来了。 哦,这对小朋友来说,也是很好玩的一件事情哦。 那么这条小溪陪伴着村里头的小朋友,度过了美丽的童年。 但是,但是有一天,我们上个星期就讲到这里哦,讲到了有一个怪物,来到了村子里。 是什么怪物呢?好可怕啊,这个怪物就一只大大的怪手,就那个手而已哦,占据了两个页面。 图画书的两个页面呢,真的很大很大。 这个怪手来这里,要干什么呢?怪手开呀开,开到了小溪旁,原来是要在这里盖工厂。 哇,原本美丽的小溪旁边全部都被弄得,弄得,弄得该怎么说呢? 很单调,又很无趣,比方说那些美丽的花,全部都被铲走了,被怪手挖起来,要丢掉。 包含那一棵会长着大大的红红的甜甜的水果的果树,也被砍掉,要再去丢掉。 所以小溪失去了这些美丽的陪衬,这条小溪也显得又孤单,又单调,而且不只是这个样子哦,这个工厂就紧邻着小溪,工厂的废气也污染了周边的空气。 当然这些空气,脏脏的空气,有毒的空气,也污染了这条小溪,对不对呢? 而工厂还会做什么事情啊?还会排放有毒的废水,有毒的废水排到哪里?当然是往溪边排了。 不只是这个样子,当小溪一旦有了废水,有了污水,它脏掉,臭掉之后,人们再也不会觉得它是一条美丽的小溪了,对不对? 人们开始往这条小溪丢垃圾,这条小溪水越变越脏,越变越脏,所有的可爱的水里的生物啊,鱼啊,全都不见了。 而在小溪里头,在小溪的岸边的垃圾越来越多,越来越多,村子里头的小朋友都想,再也没有办法去小溪里头游泳了,这闷热的夏天该怎么度过呢? 而且在小溪旁的工厂真的很吵闹,声音好大,好吵杂,让人睡都睡不着。 于是,有一个小朋友,他就想到了一个方式,他写了一封信给当地的县长。 这封信是这么说的。 县长先生,你好,我是阿明,住在自强村。 小时候,我们常去西边玩水,抓鱼,摘水果。 现在,小溪的附近盖了工厂,放出了黑烟,河里面也堆满了垃圾。 白天,我们没有地方可以玩,晚上吵得我们睡不着。 拜托县长,帮我们想办法。 谢谢,林阿明敬上。 小朋友,你猜啊,像这样子的一封,陈情书哦,就是陈述跟别人表明, 你遇到了什么问题,你遇到了什么难解决的状况,困难, 然后请别人,是不是可以试着帮你解决。 这个呢,就叫做是陈情书。 像林阿明这封陈情书啊,小朋友,你觉得他应不应该要被重视呢? 像这样子的一个问题,需不需要得到县长的解答呢? 县长会不会回信给我们的林阿明呢? 小朋友,当你想到这件事情的时候啊, 你可以为这封信来祷告,对不对? 但重点是啊,在故事的最后,好消息,好消息,县长回信了。 得了,真的耶,县长说, 亲爱的阿明小朋友,谢谢你的关心,提醒我注意到这样子的一个问题。 哦,小西被污染了,使得许多的生物也失去了他们美好的家,县长感觉到非常的难过。 所以,现在县长希望可以在小西的旁边,为你们盖一座公园,一座游乐场。 小朋友,你高兴吗?县长先告诉你这个好消息,并且希望你快乐。 小朋友,我们今天听完了小西不见了这个故事,不晓得这个故事让你想起怎样的一个环境变化呢? 也许啊,现在你的年纪还很小,你不知道现在你所住的环境,从过去到现在总共有哪一些改变。 但是我们今天单纯的透过这个故事,也许已经激发了你很多很多的想象,也带你认识了。 其实现在有许多的自然环境正在遭受到人为的破坏。 但是小朋友,你觉得啊,这个县长他回信的内容,还有他想要改进的使用的这个方式,你觉得好或不好呢? 今天听完了这个故事,你的心里有怎样的感受呢? 高典姐姐邀请你来收听我们星期五即将到来的星期五的完整的欢乐卡卡碰。 在我们的节目里,不只是为你讲好听的故事之外,我们在听完故事之后呢,也要来好好地讨论小夕不见了这本故事,带给高典姐姐的感觉。 希望可以带你来针对这个故事,做更深一层面的思考。 当然,今天的完整的欢乐卡卡碰也是非常非常的精彩。 请你点选收听节目,点选欢乐卡卡碰,就可以听到今天完整的节目内容咯。 我是高典姐姐,我跟你空中再会,See you!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